大家好 虽然我们窗外还是冰天雪地的 但是实际上我已经看到很多大雁 已经往北边飞回来了 也看到了邻近很多小鸟都出来觅食了 所以过了立春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只不过是只在室内播种 当然因为我们室内空间有限 所以适合在室内育苗的瓜果蔬菜 一般就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它们不经双打 像多数的洗温的一些蔬菜和瓜果 它们一旦被双打就全军覆没了 而双冻只有一天的时间 却能够把我们前面几周的工作 全部都功亏一篑 第二个特征就是它们的生长期特别长 这个典型的代表就是佛手瓜 佛手瓜的生长期长达五个多月 而我们这里最后一场双冻是五月下旬 经过五个月的生长期又到了十月下旬 而十月下旬秋双又来了 所以根本就等不到佛手瓜开花结果 所以种佛手瓜一定是要在室内提早育苗 第三个特征就是它们的根呢 不会怕被移动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辣椒和西红柿 因为它们的根部非常的发达 所以不管是换棚还是移到户外 它们都很容易生存下来 所以具有这些特征的瓜果蔬菜 就可以在最后一场双冻之前的六大八周 在室内育苗了 当然有一些需要更早一些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二月份我都已经育了哪一些苗 这些蔬菜瓜果的种子呢 当然都可以从商场或者网络上购买它们的种子 不过这样我们自己家里就能够找出很多的种子来育苗了 不幸的话我们一起来找一找看看我家里能够收出哪一些的种子来 先来看一下冰箱里头能够找到哪一些的种子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头有甜瓜 还有冬瓜 这一包是甜豆 这个甜豆并不适合用来播种 因为这种新鲜的豆子含有非常多的水分 所以呢还没有等到它发芽就已经发霉了 所以这种新鲜的豆子是不可以用来育苗的 还有这些都可以用得上 虽然我们不一定下柠檬 下柠檬呢它要长好几年才会结果出来 所以一般我们不种柠檬 但是呢在家里作为盆栽的话又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这个佛手瓜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吃了 所以今年我就尝试自己种佛手瓜 这个我也已经有视频了 欢迎大家去查看 这种瓜也是我们比较喜欢吃的 这里面的种子也是可以用来育苗的 还有这一些 这种青红椒呢特别适合自己用来育苗 我已经种了一批了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生长的情况 还有茄子 还有秋葵 这个种子也比较好种 还有苦瓜 还有西红柿 不过西红柿我不会选择这种普通的 温室里头长出来的西红柿 因为它的口味还不是特别好 我种的是Costco买来的这一款黑色的西红柿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所以我用这一款来进行育苗 也已经发芽了 还有就是青菜 这些青菜呢如果是非常嫩的 它有很多的生长点 它在土里头它就能够自己长起来 如果是比较老的菜呢 它可能会比较早开花截止 但是这些种子你就可以收集起来 夏天到的时候直接拨在地里头去生长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取种子怎么播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抽屉里能找出哪一些免费的种子来 这个是老玉米 可以直接用来播种了 这个是黑豆 花生 这些都可以用来种 还有环豆 红豆 还有环豆 还有 绿豆 绿豆 吃红豆 这些豆子呢 本身可以用来发芽菜吃 一整个冬季都有最新鲜的蔬菜吃 还有这个奇亚子也是可以发微型蔬菜来吃 好 这些就是豆类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里又有哪一些可以种的呢 这里有很多的蒜 葱和蒜 这个大蒜发蒜苗也是一个冬天我都没有停过的 这个葱也可以用来发葱苗吃 这里面呢有地瓜 这个普通的地瓜是我买的 不过这个是用来喂蚯蚓用的 我比较喜欢吃的是日本红薯 像这种小的 这个日本红薯直接埋在土里头 现在已经长出很长的枝条来了 等到天气热了以后 放到外面去给它大一点的空间 希望今年能够收获一批的红薯 这个是芋头 这种是中国芋头 这种是墨西哥芋头 不过说实在的我都吃了 觉得一点都不好吃 好吃的是这种大的 非常的粉 我喜欢吃这种 那么这些小的呢 我就打算把它种起来 因为这种芋头虽然不好吃 但是它的叶子非常漂亮 可以放在室内当做盆栽 我已经种了三盆下去 这个是纸薯 这也可以种的 另外就是土豆 你看这些土豆都已经发芽了 不过我们家土豆吃的不多 所以土豆我就不种了 这里还有一个南瓜 这种南瓜非常甜 非常香糯 非常好吃 可以用来做馒头炒菜都可以吃 待会我们来取一下它的种子 待会我们来取一下它的种子 zie 感谢观看